这个110这一题 这一题的话,我印象中,我那时候在考证照,考试也抽到这一题 所以我这一题,基本上也画了N遍 一直画,一直画,刚开始就一直练,一直练 所以刚才有同学,尺寸画不正确 其实很正常的,所以刚开始都会很正常 因为很多同学都是,老师为什么我差一点点0.00多少 我说很正常的,刚开始都会这样子 等到你最后的话,你下一个阶段,慢慢就会发现 越来越精准,越来越精准,表示怎样? 你画的功力有提高了 也就是跟那个玩那个什么 最近不是有很,一个游戏不是有上市 听说很多人为了要抢那个游戏 半夜还去等那个7-11的车子到 叫什么暗黑破坏神是不是 第三嘛,因为我本来不知道 我发现很多学生怎么都在玩这个东西 还可以玩到每日每夜,因为都要打怪嘛,练功嘛 这东西对他,我觉得有时候 为什么他不练这个东西,还比练那个有效 这也是练功啊,你要把这个提升到 这个这个 这个,经验值要很高 我看这个找工作就会比较顺利啊 当然他们也不会这样想 玩那个好像乐趣会比这个高 也说不一定啦 那只是说没有人给他指引方向 如果说指引方向,你都要来练这些东西啦 你练手之后,以后找工作当然顺利很多 OK 好,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地方几个相对的尺寸 稍微注意一下 175 218.5 那特别注意点5哦 他故意的就是说在这边,那这边有向上15个半圆 那这边18阶 这边会用到以前是用到所谓的矩形阵列 先画出其中一个对不对 那向上几个 一个嘛 这两个对不对 15个半圆,左边右边各一个 所以要除以2 所以最后会多一个啦 这乘以什么 两个向上8个就好了 两个,然后总共会有16个对不对 那我只要15个 所以把最上面这个删掉就好了 OK,了解意思嘛 然后再来这边的话,15个半阶 那这个高度多少 175除以18 那这个横向多少